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任嘉伦资讯 李兰迪去年凭借与陈兴旭主演的星洛宁成堂 月升新生带陆剧女神 他与人家伦主演的古装新《巨流水迢迢传出》即将在9月播出 近日狗仔直击他与以家人之名张新成的热恋行程 他在拍戏空荡飞回北京 晚上直接前往张新成家中 两人一起出门散步 又在夜色中一起回到南方家 画面一出坐视两人这段从2017年搭档校园爱情剧你好 就时光就传出的七年之恋 不过网友祝福之余 也有不少人怀疑女方是故意在新剧《流水迢迢播出》前被拍到恋情 目的就是为了抬高声势 也抢了殷钱坐猎宴反应不佳 想靠《流水迢迢伯》翻身的任嘉伦风采 虽然网友众说纷纭 但《流水迢迢》不受影响 剧组依旧不断释出最新剧照与预告 人家伦热恋李兰迪三大高甜名场面也提前曝光 画面超酥麻 《流水迢迢三大高甜名场面如下》 一人家伦单手抱住掉落的李兰迪 《流水迢迢》最新预告 穿着米白色衣裙的李兰迪爬上房间高处 却不慎踩空掉落 就在他要坠落地面时 穿着黑衣的人家伦泽凌空回旋 一手抱住他男友力爆棚 两人虽然一起摔至地面 但是两人紧贴的身体不觉狼狈 反而有种说不出的暧昧感 另网友看得脸红心跳 二人家伦对李兰迢温柔摸头 《流水迢迢最新巨照》 人家伦穿着碧蓝色紧缎外衣 内搭浅蓝色底衣 头发用金罐竖起 整个人充满轻贵气质 隐约中又带有几分威严 但他却伸出手温柔 轻轻抚摸李兰迪的头发 他感觉到他的触摸 脸上扬起笑容 他穿着一身粉色衣裙 手上还有金黄唐人 发际上则点缀极朵小花 两人直接上眼摸头沙 CP感爆棚 三李兰迪与人家伦倒地对峙 李兰迪在流水迢迢穿着单薄底衣 手上还有枷锁 疑似剧情前期 他被人家伦怀一视奸细 他虽眼神犀利 想置人家伦于死地 但穿着红色官服的人家伦 抱着他不放 连倒地也紧搂住他 让两人对峙场面 立刻增添几分浪漫气氛 从花絮中可知 李兰迪在开拍前 仍在人家伦怀中不断调整动作 整场戏相当吸睛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人家伦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